博富林道有食水管爆裂 港島西區5時半起暫停食水供應 水務署已完成搶收會陸續恢復供水 水務署人員在博富林道爆水管的現場搶收 交通需要改道 工作人員在路面抹了個大洞 拿走爆裂的水管 水管直徑達450毫米 位於博富林道近香港大學黃黑徑樓 西區全部樓宇沒有食水供應 水務署派出兩架水車和30多個水箱 在街頭提供食水 但有市民說很不方便 行啊沒水 抽上四樓 乾炒又沒得洗澡又剩下 總之麻煩了 等了一整個小時 打算抹地拿桶水出來抹 洗手都沒得洗 一架水車可以載8000升的水 而水務署也沒有限制居民 每次只可以拿多少桶水 假期的晚上沒水 原本想大造元旦晚餐生意的食肆 覺得很無奈 沒水用就做不到生意 但不知道何時搞得如何 我們做生意都少了 如果少水 洗東西洗成都洗不到 也有餐廳說 用完餐廳的儲備水就會關門 無線電視記者 陳日雅報道